润这个新兴词利用了汉语拼音润与英文单词runny young 急跑的意思来隐晦地表达移民海外 过去几天 一段有关中国知名导演冯小刚 与妻子徐帆在美国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引发着对影坛夫妻是否移民美国的猜测 冯小刚也润了 一时甚嚣尘上 冯小刚星期一10月31日晚上通过朋友圈发文辟谣移民说 形容这是以讹传讹 他解释自己和妻子 今年8月初送女儿去入学 想陪他适应一段时间 等放寒假就回来 这段仅13秒的视频显示 冯小刚脚踩拖鞋 身着家居服 神情轻松 和同样穿着变装的徐帆 在一栋美式豪宅前送客 徐帆热情地和客人打招呼 拥抱 镜头里还出现了两人的女儿徐朵 据香港媒体报道 冯小刚在2014年 即2018年时 就在美国洛杉矶买下豪宅置产 影片中的豪宅要价 1100万美元 1555万新元 视频流出后 敏锐的网民 立即冲去冯小刚的微博查看 惊觉内容已显示为空 似乎更加坐实了 这位影视大佬移民的传闻 一些自媒体言之凿凿的分析称 这位曾经在娱乐圈呼风唤雨的 京圈领头人物 受资本市场和疫情风控影响 近年在中国的发展大不如前 此时带着全家移民美国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今年64岁的冯小刚 被称为贺岁天之王 曾指导甲方乙方 天下无贼 唐山大地震 《非诚勿扰》 手机等多部票房冠军影片 冯小刚还在2014年 担任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 2015年 凭借电影《老炮》 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2016年在以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 获得第64届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金贝壳奖》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影坛地位举足轻重的 民导润去美国的消息 网民的反应两极化 一些网民认为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的权利 必须承认有钱人选择机会总是多一些 并说 美国本来就是中国第一大移民目的地 凭啥冯小刚 不能移民 也有不少网民无法接受 认为冯岛曾拍摄1942集结号 唐山大地震等爱国影片 赚足中国人眼泪和钞票 对中国观众应该有交代 不能吃完爱国红利扭头就润了 传闻经过几天发酵后 冯小刚终于坐不住了 他在朋友圈回应道 我和帆子八月初送女儿去入学 孩子小第一次远行 想陪他适应一段时间 也顺带聊聊项目合作 了解一些电影制作的新技术 等闺女放寒假就回来 他在文末还强调 我和徐帆这么热爱北京眷恋 故土离不开哥们吃不了西餐 在国内又有事业 电影拍的都是家国情怀 国家也有恩于我 我以哪门子民呢 似乎也回应了他吃爱国红利的质疑 至于微博清空 稍冷静一点就会发现 那应该是冯导设置了半年可见的功能所致 张艺谋也被移民 在冯小刚被认前不久 中国另一知名大导演张艺谋 也传出移民美国的消息 今年71岁的张艺谋 名气比冯小刚更大 曾指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 和红高粱等多部知名电影 在国际间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更重要的是 张艺谋还指导了北京 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 今年2月召开的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也是由他担任总导演 他也因此成为世界首位指导下奥 和冬奥开闭幕式的双奥总导演 张艺谋传出移民消息事员 今年7月爆出他准备售出 位于无锡的湖边豪宅 据房产中介介绍 这套房子当时在网上挂牌售价 3500万元人民币 夏同 约700万新元 标注有急售 如果付款方式好 或者有诚意者 价格还能商量 从价格来看 这套房子属于低价上市 因此不少网民猜测 是否为移民做资金准备 张艺谋3000万急售 无锡灵湖别墅相关话题 当时冲上微博热搜 张艺谋妻子陈婷 即刻在微博回应称 没有急售 只是询问一下 陈婷还详细解释说 由于爸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想接来一起住方便照顾 就在张艺谋的妻子这边 扑灭了有关移民的消息后 一名微博大V发的照片 又在另一头 将移民传闻烧了起来 这名叫作家刘小海的大V 10月19日 发出两张张艺谋买菜煮饭的照片 并配文说 老毛子去水深火热的米国了 你们怎么看 照片很快被其他网民指出 是几年前 陈婷发在微博上的生活照 但张艺谋移民的传言 却仍然沸沸扬扬 张艺谋工作室10月23日 通过微博发出一条视频 对传闻做出含蓄回应 这条定位北京的微博配文写道 今夜 张艺谋还在忙 视频中的张艺谋穿着朴素 一身黑色运动服忙前忙后 神采奕奕 据中国媒体报道 张艺谋团队还在评论区明确表示 张艺谋导演非常热爱国家 她的事业和家人都在这里 没有任何必要去美国 大约是从今年4月开始 在上海经历了长达数周的封控措施后 关于上海人响润了的内容开始增多 其中包括网传中国著名学者 金融学家郎贤平离开上海 移民香港 长居上海的郎贤平 今年4月发微博诉说师母之痛 其98岁的老母亲患有肾衰竭 但封控期间 需在医院外等待核酸结果 在等了4小时后 没能及时打上一针 母亲和她永别 随后 微博和港媒军传出郎贤平决定离开上海 移民香港 不过 从郎贤平最近发出的微博来看 并未仍显示为上海 虽然尚不能确认 郎贤平是否真的离开上海 但面对中国望不到头的动态清零 确实催生了许多富豪 以及中产家庭润出去的念头 中国网络数据今年5月显示 各大搜寻平台上 关于移民的搜寻次数暴增 微信指数增加4倍多 搜索量达到近5000万次 百度关于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 也冲到第一名 环比上涨高达2846% 出国哪里好的搜索量 位居第二 增加了2455% 搜索数据还显示 移民检索量增幅最高的前三名 来自上海10961 天津415和广东2979 另一方面 中共二十大结束 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后 市场悲观情绪浓厚 首个交易日 恒生指数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在按人民币汇率 本周也跌至近15年来最低点 外界对中国未来感到忧虑 缺乏信心之际 冯小刚 张艺谋这样看上去既有资本 又掌握一定消息来源的名人 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格外牵动大家敏感的神经 大党们的移民消息虚虚实实 难辨真伪 甚至不少是捕风捉影 但无论这些导演润还是媒润 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度如此之高 反应如此敏锐 多少反映出中国民众内心的真实情绪 未来的不确定让他们焦虑不安 患得患失 但眼下的现实情况又令他们进退为骨